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确实前身就是我 可能是我们当时流传下来的那个风格不太好 因为确实 因为当时大家的那个版本 没有那么多套路啊 没有那么多运营 大家都是真情实义 真刀真枪的干 就是中路打嘛 打赢了我就赢了 打输了我就没了 但是现在的话 大家都很多时候 不是说打架能决定一个游戏胜负的 就甚至是说你想要打架 人家会不会跟你打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其实包括今天KSG的对手广州TTG 其实TTG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 从BO7大家就能慢慢发现 我们一直在说 就慢慢慢慢 知道中上很强 中上也很强 所以我选择老盖选择尝试 在中下做更多的文章 和规划一些更多的进攻性的可能 对 其实我觉得老盖这一点 真的很让人佩服 因为他是顶着巨大的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TTG的中上也是非常恐怖 太猛了 对 非常恐怖的 但是他可以顶着巨大的压力 我一定要我的队伍是全能的 对 他可以忽视所有外界的声音 我一定要把我的队伍做到最完整 最完美 最顶峰的那个TTG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由衷的佩服 确实就是他们这支队伍 明明是可以靠中上也 就是大概率能拿下胜利的 就是完全有时候都拖不到后期 就是受了发力 但他们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全面 让封销这名选手快速成长 然后慢慢跟得上队伍的节奏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佩服的一点 尤其是他是想让队伍走更远 就是以他们的实力 我觉得走到几乎赛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能走到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可能达不到顶峰 所以他们现在需要往顶峰发起冲击 对 所以他们是在往发着这条路做文章 而且不管是这个版本 哪至于下个版本 发育路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 核心点嘛 就是说我不能说 因为确实在前两个版本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打上中野 打上中野的强度都很高 没错 所以你踢踢进去看 好厉害 他上中野 我给你咳不过 很多队甚至被迫地去给你换节奏 但是从这个版本之后 以至于到下个版本 他的下半区将会逐渐地慢慢取代 上中野的地位 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改变的时候还来得及吗 对 尤其是之后的版本改动 辅助这个位置 有走位其实也有很大 所以说下路双人组 他们现在就是 已经往下个版本做冲击了 对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就是在为 走到巅峰去慢慢地铺 还是那句话 就是你地基一定要铺好 对 而且就这 其实今天对战的两个队伍 我觉得整体的状况是 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说广州TDG是已经在摸索 可能让自己能 像冠军发起冲击的资本的话 积攒资本的话 那么其实KSG还是在一个摸索阶段 他们在摸索到季后赛 在想尽一切办法 看能不能进到季后赛 是 但是其实我一直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赛季 真的每个队伍 它其实目标是不一样的 对 像其实南地黑油酒精 它每轮对吧 都有不一样的目标 我们刚刚还在说这个点 包括套博 那其实对于KSG来说 在转会期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文章 和这样的一个选择之后 其实在现在就效果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好 而且又做了一个打野上的轮换 就再到这场比赛再换回回来 那其实西法刚刚也说了 它好像很难想象出会是个这样的情况 对 这个点上面其实在每一支战队 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地方 每一支战队的打法也都不同 你看到的一个很优秀的选手 他未必能够更快地适应某一个队的打法 其实每一个队打法都不一样 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给到金宇更多的时间 其实今天也就是再来看 金宇来到KSG的这一个赛季 他今天是不是能做到那个 很适配KSG打法的一个打野位 对 我们看到给到了双方的一个中路的常用英雄 刚刚给到是一曲 九尾的常用英雄连活舞都不见了 这个版本确实 活舞有点难 活舞这个版本确实在整体的 就是前程期的节奏点 像就是要稳住节奏拿到经济优势太难了 而现在确实是一个周瑜沈盟西加异性的版本 对吧 再加王昭君 然后其实我们刚前面有看到一曲 就我们现在讲到一曲 KSG我觉得现在太依赖一曲的发挥了 对 为什么中路喜欢暴武林 因为两条对抗 就两条边路它不好起节奏 对 只能向中路发起冲击 就靠中路这个点去带一些节奏出来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它不是这样的节奏 它前期靠上半图 后期靠下半图 其实它中路真的就起到一个转折点 就是一个中和的一个点 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核心 对 大多数其实队伍都是把中路当作一个转点 就比如说我打完上半图 转下去 这时候来一波中路 看一眼找找机会 或者说是步骤一下 然后再转到下半图 就是中路只是一个转折点 它不是说 就是把所有的节奏点放在中路 你在中路暴武林 你的目的是抢那条中线 让人家困在中路 你能有更多的机会 对 不是说我在中路一波来吧 五为五 你站对面五个 我站对面五个 然后我们打一波看谁 谁输谁赢 对 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对于啊 我个人的对于中路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双方阵容在差不多的情况下 这波中线你优了 那我肯定是优边线 对 那我优完边线之后 我来中路对不对 没问题 我报个五零 那我这个报五零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上波是你的中线权 这波我来抢了 我抢了中线就是我的节奏点了 我再往边路打 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我中路报五零 OK 对面不跟你抢线 对面去运边线 然后我抢完中线之后 我还在中路待着 对 就是实际上就是刚才西法说的 就是一个边线的线权 边道边路后道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说 我抢到了中线权 且我的边线权不好 我要干什么 我要回去守边线 那么也就是说在下一波 大家就边线没到的时候 再来中路 再来看这波中线权是谁的 对 刚刚我们这篇的长篇大论 说的其实就是诉说KSG 现在面临到的问题 没错 这也是就是你能感 很明显能感受到 就是西法作为这个KSG的民宿 就是有一种 就是其实对于他们现在的一个困境和处境 有一种很难的一个感觉 因为你要说没有能力 不可能 诉说KSG 其实每一个人 他的一个能力都是极强的 但是合在一起 就大家从整个团队出发 你能做的事情 但是就很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说诉说KSG 感觉现在就很僵硬的原因 所以其实这场比赛 其实对他们很重要 因为败者组第一轮能否进去 其次对于TTG来说 只要赢下这个大场 就能锁定季后赛的这个败者组的名额 所以就是对于KSG 今天考验非常的多 又是一个首发的摇摆轮换 那么最后这一点时间 两位来说说 你们对于本场比赛的预测吧 我 对就是我得站就位 就是得站就位 没有原因 对没有原因 我这边一样 得站KSG 真得站 说实话 虽然我就是扪心自问 我不觉得KSG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调整回来 但是我觉得他们做到这一个轮换 就是把金银换回来 我觉得是有他们自己在训练赛的一个尝试 让他们自己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是可以相信 我可以相信他们 我一直相信他们 那久尾的话 其实从他出道进入王总要 包括说在很久之前的 没有进入KPL之前 我是一路看着他 从一个练习生吧 走到了今天 所以我一定会支持他 是 本场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期 各位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瓶子 我是重新兰队出动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有广州TTG 对阵到苏州KSG 这场比赛和上场比赛也是一样 对于广州TTG来说 只要拿下这一个大场 他们就可以锁定 A组第三个晋级季后赛的名额 而苏州KSG 跟上一场比赛的长沙涛博一样 他们这场比赛赢了 并不能够确定 但是输了就会很危险 对输了的话 就差不多吧 得看天命 对而且苏州KSG这场打完了TTG之后 他下一场比赛还要打南京Hero究竟 所以 以对今天这个Hero的表现来看的话 我认为 还是先考虑眼前吧 看到镜头当中的金宇啊 金宇上一次 是苏州KSG打广州TTG的时候 被换下去的 也就是说 也不是被换下去吧 就是那场首发就不是金宇了 他就变成了晚星 他是打MTG的那场打完之后 然后就不是首发了 然后今天打TTG 苏州KSG又换了人 就是只要打TTG 他们就会有一个大的人员变动 我相信这也是苏州KSG 在今天的比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啊 因为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关乎着季后赛 所以我们要期待一下 就是今天金宇的表现 然后就是风霄 风霄在最近的比赛呢 确实 个人的表现不是很好 对的 死亡率有点高 对 他在上一场BO5的四局比赛里面 总共加起来死了16次 这个死亡次数实在是太恐怖了 对于一个射手来说的话 这种死亡率可能有点不太合格 对 而他今天的对手小九 老实说最近的两场比赛表现也不好 都被 好像死亡率也是有点高 对 然后一场比赛是被伊诺给对线压制了 用就是敌人杰压四条枪那把 我记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场就是被蓝安拿了5杀 对 蓝安的莱西奥拿了5杀 所以今天的两个射手 我认为是胜负关键点 只要谁能够表现得更好 谁的死亡率更低 就能获得胜利 对 这边获得胜利的概率就会更大 对的 尤其是对于两位教练的考量 就究竟会给他们的发育录 把重要级放在什么层级 安置教练和LUBCD教练 两位教练的BP今天也很关键 安置教练在上上一场比赛 就是打AG的时候 他的BP确实是被压制的很惨 但是在上一场比赛 我个人认为是安置教练的BP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主要还是选手们的问题比较大 这个有私下做个沟通吗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包括赛前的时候 我们在评论期里都有聊过 大家其实都是一致这么认为的 包括他上一场比赛也是我进行的采访 就更多的是因为选手可能有个人的一些想用的英雄 然后导致BP可能 不是 是BP阵容拿的还不错 就是局内选手的表现没有打得很好 明白了明白了 对 所以今天的话选手的状态 教练的BP以及发育录的对决 都相当关键 让我们期待一下双方BO5的第一局 蓝色方速度KSD首先是搬掉了关羽以及公本 他并没有选择考虑搬入卡 而是直接处理关羽 因为轻轻的关羽是可以单出的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打大桥的话有个肉凯还是不错的 有可能会选择选到 因为精神的应用值很深嘛 对 那可以用到别的战边来打你的这个大桥啊 是的 诶 张良 先来一个张良 先拿一个张良 肉凯 然后打你的大桥让你进不去圈 对 然后加上一个肉凯顶你的老夫子 这个其实就是抉择了 我们看到最近的比赛都是肉凯来片班大桥 但是今天安置教练是搬关羽 我认为就是对于轻轻个人的一个忌惮 其实的话它是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我搬凯就让你搬大桥对不对 但今天我是想用大桥的 你看他选的是什么蒙田 其实就是说我逼你选凯 因为凯可以打大桥嘛 对 我不选老夫子 我不选老夫子你凯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我是一个常规软斧来打 对吧 其实在BP上的话从第一局一开始就在双方互相下套了 没错 反过来看到这周肉凯选完之后来了一个 可以说是双坦边了 不是双坦的上野了 对吧 但是项羽的话其实是有一点点站边属性的 就是他可以出到一定的输出桩 对的对的 暗影战斧啊 冰卖啊 冰横柱 上一场比赛我们不是看了吗 东方第一把那个项羽 出的就是冰横柱 有点输出的 对加上一个允星嘛 是的是的 看下后续的班位啊 搬掉了安琪拉 安琪拉跟张良的combo 那中路的甘加墨爷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九尾是非常擅长使用甘加墨爷的 安琪拉这一手办的妙吗 因为安琪拉的伤害太高了 配合张良 而且甘江安琪拉都是配合张良 能够对于蒙田形成击杀的 是 看一下 TTG这边的话会给到九尾什么样的中单 我还是很期待的 是 今天现场也拉起了横幅给九尾加油啊 看一下最后的一班 蒙亚 那就是把中单放到最后面 是的 选了个蒙亚过来打蒙田 蒙亚确实不是很怕蒙田啊 因为他的续航能力太强了 对的 防架的时候就是扛你一枪 我用一技能也能吸回来 对蒙亚他自身回复能力强的同时 自己还会出到一定的肉装 包括纯击昌虫啊暴溺啊这些可以让他活下来的同时还能吸很多血 哦 哎呦 双战鞭吗 来了 这首老夫子他一直藏在手里 反而是TTG这边没有绊子的 但是其实这一手老夫子他并不是很好发挥 对吧 因为对面是有一个项羽加上一个凯 你可不可能带现在的处区了呀 对 哎呦 换回来了 这要是拿老夫子的话 那可就是这个赛季小九老夫子的首修了 对啊 这边的话选顺双枪的话 主要是为了打一个对线呀 因为顺双枪打蒙呀 还不错 刚刚也看到了一曲的横幅 今天就是最近我们这个赛季啊 就是线下就是完全开放观众 你们进来之后 尤其是今年嘛 大家都能够来到现场看比赛了 就从一开始的 就是手绘 然后到拿到一些派的呀 然后现在已经发展成了 开始举对联了 哈哈哈哈 横幅都已经不够了 现实很威风啊 是的 一开始 这边打野的话是出个白起啊 来个白起 哦 九尾的姜子牙 据说九尾的姜子牙那个弹是成功率非常高 是的 是的是的 修炼过 九尾他从姜子牙没改版的时候 哇 他那个姜子牙加首约呀 真的是 当时他们的一决 对 当时跟千诚吧 是的 是的 太帅了 然后这个赛季他用姜子牙打出了一个极其高光的操作 就是用姜子牙留大桥圈 嗯 留人啊 这个操作 有点难度 老实说比联坡那个难 比联坡那个至少难很多呀 你看啊 其实这个排序 然后联坡的话是比公本要难的 对 然后公本的话是比那个小乔要难 小乔的话是 哎 我好像说反了 好像说反了 你说反了 对我说反了 就是联坡更简单 对对对 然后公本第二 然后小乔第三 然后姜子牙第四 是是是是是是吧 就是越往后排就越难 对 好 这张给到的金宇以及不然的分禁经济啊 其实差不了多少 差了17点几 金宇也是很久没有来到首发了啊 很久没看到小金宇比赛了 对就是上一次快手打TTG的时候把金宇换下去的 而今天的金宇一上场 听说我的我们队伍现在喜欢玩弹野 那我来念一首 我来让你看看我的白棋 对 你们喜欢玩下后堆 我会玩白棋 是啊 这就是金宇今天一上来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花样啊 因为金宇在这个赛季前半段啊 他打的时候 他的蓝灵野一共赵怀珍用了两把 凯用了两把 只有赵怀珍的一把赢了 其他全部都是战刺 对的 而今天他一上场来了一个坦克野 之前也就是两个蓝灵野嘛 偏战士属性的赵怀珍和肉凯 但是今天一个坦野上场 看看金宇能够打出怎样的效果 对 而且这一套阵容双方都是在上野的对抗强度上 中期都特别猛的 对的 上野啊 今天在比赛开始前我们也听到大话王嘛 啊大话王里面也有像花海啊 包括暖阳啊 这些联盟非常优秀的打野选手们也都说了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多关注一下上中野 多看一看 对吧 当然我的角度是下路 哈哈 我的角度是下路 我的角度也是会看一下下路 啊 因为我很期待他们的单独的对线 是的 而且这把 阿豆这边张良四级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是 而这把因为是有一个张良在 所以大乔也是带了一个治疗来帮助前排来扛一扛 而且治疗大乔配白起最早在这个赛季是A机当时用出来的 对 效果也非常好 他那一口治疗效果能治疗很多 在白起被动版的情况下 能能乃三四千血 嗯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本场比赛 本场是广州TTG的主场 破浪成锋 月上巅峰 蓝色方 速周KSG 红色方 广州TTG 我是杰兽瓶子 我是重新兰队赤痛 5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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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而战 全军出击 回头而战 全军出击 下来全军 月上巅峰 下来全军 月上巅峰 下来全军 月上巅峰 来看一下开局 双方的分线有不同 速周KSG 是把孙上香放在了中路抢第一波中 让下路的异星来抗压 与此同时 把孙上香抢完中线之后 主动进到野区 来抢一波烈士 占两级的压力就很高了 对 上路的河道之灵 没有选择帮阿泽抢 而是要第一时间回中 哎 这么可惜 我看一下是谁的 七百多血 哎呀 轻轻拿到了 对 轻轻这个控和性能力 还是有点强的 啊 这边的话 哎 小A的状态很残了 不然只交了一个成绩 二技能 单刷了 直接杀掉了 没人帮他在前期啊 分担了几刀的伤害 是的 直接就是放任 不然一个人追着小A砍 对 把他给砍死了 这一波小九是完全没有在乎 自家辅助的感受 啊 如果是按照我以前 七星零辅助我 啊 可能七星零就要骂我了 哈哈哈哈 他一直追着我 哎 等一下 金金又把智甲给拿 又抢了一个 华泽 这上路的两个中立生物帮打工了呀 是啊 这难受啊 嗯 来回看一下这一波 哦 提前上水线了 九尾这边提前上水线了 这波凯多已经露视野了 小A没走 然后直接过去 这你其实你也怪不了小九啊 嗯 所以你怎么能怪他呢 他没技能了啊 上路啊 这一波一个霸华斩 直接把智甲给收掉 那么顶上去之后 也还回头给了一枪 打了一波一换二 虽然让场面又来了 九局突破 又把九尾给追死了 一波一换三 蒙田的话前期的强度 还是要比向宇高很多的 对 这一下的话 网络TDG上半途 就有点小懵了 是的 主要还是想看一下回放 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不知道怎么的就打出来了 但是蒙田加白起 你项羽跟凯确实是拿 他们俩没什么办法 是的 前期强度蒙田在试级的时候 肯定是最高的嘛 对 九尾的冥文 青眼梦眼加狩猎 出了一个法川鞋 他这个时候的消耗能力是很强的 他的一技能挂到碎皮的话 伤害很高 这一波来了 今天捏住之后 蒙亚直接跟手 还在最后一下 他一下呀 但是自己怎么走啊 落地没办法了 被三个人包住了 蒙亚波还没有过四分钟 在野区是有十五的减伤的 对 所以说伤害不够 还有一分钟呢 对 主要是他的萌亚前期是出了个 金极副手 伤害是不够的 对 主要说出了一个大剑 可能就够了 大铁剑 他的金极副手 加上一把小铁剑 来看一下 这个位置 小小蹲了一波九尾 九尾才上去支援 这一波是一个大闪 大闪 上路这一波呢 是两个人在压线 这时候不然先开大招 但是被摆起 这一个二级呢 被摆起草亚两个拉两个 我的天 对 金羽的这个二级 能藏到草丛里 所以没有被看到 然后一个走位一条 被项羽一个大招 胆死了 那总体来说是转的 这个藏草拉确实是有点细啊 看一下 个迷你虎牛跟狂人 支持的是狂狂TDG 就是开自己戏法 上路这一波对谁打的好 是 定义的这一个藏草沟 看龙的整装 不然直接冲上去 想抢这个龙 好朋友已经被打残了 再回头给了一个异技能反扫 直接先收掉一个 收藏箱已经先倒了 好朋友自己也倒了 视手位置互换 空田 聚越塔 杀装良 杀装探一下 对的 直接拖死20 击破 回头给一个顶 顶完之后 再来一个霸王斩 直接斩掉了小一大小 闪现走掉 但是白起在旁边 回头给一个顶技能 打了个三换二 是的 依旧是速度开SG转 这个阵容 确实是双方见面 凤外眼红 其实双方都是打架的阵容 对 因为一个肉海 一个白起 肯定不会去想到发育带线 肯定能打架 你说这上野的组合不打架 它意义在哪呢 都不好带线 对不对 都是打团的 只要抱起来就是打团 对啊 之前在采访MTG的主教练 DGC教练的时候 包括采访安智教练的时候 他们都说过这个问题 就是目前在第三阶段 我们看到过很多队伍都拿了 就是上野偏肉英雄的 偏坦英雄的这样的组合 就是为了打50抱团 并没有想着是跟你去打什么4-1 就是在策略上 就是以50抱团打的你带不了线 而不是说去想着一个10分钟 去运营一个龙 去试腰带线的 对 但是这样打的话 我倒是觉得苏苏KS有点浪费大条 这个运营的机器打来了 直接过来 真的阿泽 阿斗有大的闪先捏 但是被阿泽破掉了 对被断掉了 这个方便在这里扛着 再来一看能不能扛住 扛住了 没帮我先斩掉 一个拿了个终极 白琪给个嘲讽 二技能拉到的是兵 没有拉到人 对 这波的话白琪的一个选担太低了 所以说就是他的额外选担 会增加他的嘲讽时间 对 然后他的嘲讽时间就不够 二技能就拉不回来 怎么三个人走在一起 走在了绝弹枪权上 就为了这个兵线 极美打到了弹线 一群再来个一技能伤害不够 还好怎么阿都晕了一下 要不然一群肯定要双杀了 对 主要是三个人一排一排 手牵手吃小A的AOE 可能有点瞧不起这个大桥了 被大桥的决断之桥 打满了伤害 是的 三技能加一技能一起推 那最终的中一塔也没有守住 这也是因为中一塔空线了嘛 TTG还是要把兵线问题给他处理好 不能这样空线一定要留好人 这阵容有江子牙在 老实讲你中路的一塔 掉了这么早是不应该的 有点难受的 主要是刚刚去上路支援的时候 去太多人了 两边的阵容其实你要细看的话 都会有一些些的小突兀 一个是张良捏到人之后 伤害可能会不够 如果江子牙不跟的话是有点难杀的 一个是大桥的阵容 又没有带线的英雄 主要是张良是一开始就选了选的比较早 所以说在BP上肯定会针对像安琴拉 干匠这样的一个爆发险色法师 对 然后他的射手也是一个没有招备没有爆发的 这波先手捏了 但是白琪在旁边这匹克送上输出先把张良给带走 边路的话打不了了 这个阵容张良有点难发挥 上野的拆火能力太强了 还有个大桥在 还有个一星在 张良捏到人很容易被打断 对的 而且现在的话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自家的爆发跟不上了 向羽没爆发 向羽打翠皮又爆发 凯没有爆发 江子牙没有爆发 然后也没有爆发 他上去还白琪跟蒙田两个英雄都很肉 对 直接就是往你张良脸上顶 对 你敢按吗 你敢按你秒掉我吗 你按了我的队友会救我 大桥还有治疗 对呀 还会破掉你的大招 没错 所以说 按就按嘛 按了之后大桥给一个治疗再给一个圈你就回去了 对 所以让一下他是肯定按不到的 一星他也按不到的 大桥他也按不到 因为有这个双前排的英雄站在前面 视野都会看得很明白 对 而TDG的这个阵容 他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想着说 我要跟你打正面五五有多么的优势 他这个张良捏出来 就是想要在前期边路开个人小节奏 但是并没有开开 下路的那一波抓小九的树枪枪没杀掉 因为野区的减伤机制 导致抓人失败 最终封销整网 那一波就是脱机不成18米 是的 其实广州TDG一直是想着在开节奏 但是因为一点点的小失误吧 然后 就被苏州KZ抓住了 对 然后就打输了 这波想在边路蹲个有缘人 看一下谁没有有缘人 有缘人全在下路 在世界的另一头 如果说四个蹲一个 蹲一个的话白血也会被蹲死 对 江子牙他是有个减双抗的 没错 只要人够多伤害肯定够 是 来了 过去眼前 直接打蒙天 看蒙天能不能扛出闪现回去 吃了一堆技能没有死 扛住了 这边风霄走不掉了 直接跟人留人 二一息一个大 直接收掉了风霄 然后苏州在拉扯出去之后 没有被凯给换掉 也把凯给收了 白血收到跟过来 直接去留人 一高半超防 超boss的九尾的江子牙吧 没暂时 没斩掉 伤害不够 暂现 给了一口治疗加一个小救赎的盾 走不掉了好像 琴琴也难走 回头再一下又回了一口鞋 一技能向第一口 我一直在跑一直在回 再A一下 看上一口 再A一下又回了一口 但还是没死 我的天 这波琴琴跑了半个峡谷的距离 他好秀啊琴琴 哇 他这一波最秀的就是那个伞线 他在那个就是那个墙 啊 是假的那个墙里面他不走 对 他就在这不动 对 等你们要打完的时候 伞线一技能直接跑 然后让他们转了一圈 然后利用二技能的吸血 回血 进行峡谷大逃亡 成功逃跳 但是这波还是快手 大转特转 这个暴君拿下的话 KSC可能 就能打一波强势节奏了 没错 狂住到两克 风霄被狂住了呀 直接进去打 看伤害够不够 回头一技能反扫 但是不行啊 虽然伤害太高了 虽然想象一星在旁边疯狂输出 风霄也A不到什么人 这个阵容有点 这个孙上香 其实如果是 TDG这边拿到的话 TDG会更开心 但是这个孙上香 速度KSC直接给你拿了 他其实是在四楼位置先出的萌芽 他是在四楼出的萌芽 他可能没有想到过 爆发的问题吗 他爆发不够啊 他可能没有想到过 对面会出到双前排 但是如果说他想打抗压 打文献的话 可以是选黄中的 因为黄中在打大桥 抗压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对 其实苏州KSC有想过拿老夫子的 对不对 对的 他其实一开始有亮了老夫子 但是他并没有拿 但是当我们以为 他放弃了双前排阵容的时候 龙虎双边的时候 他给鲸鱼选了个白起 这阵容就是又有射手 又有双前排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因为 前期失误了吧 因为像萌芽那个英雄 他在有经济的时候 才是有爆发的 对 像这种多互了7000块 7000块好像放任何射手都没有爆发 就没有办法了 对的 但是在萌芽那个英雄 他是一定要经济高于对面 或者说跟对面 就是要是自家队伍的 11号位 这样他才能有爆发 小九现在领先了 风霄2000多 快3000块钱 在队伍里面 他很高 可以看到 晴晴有点扛不住了 晴晴有点扛不住了 就把白起草 两个人直接活动反拉 把两个人全部拉掉 金鱼拿到了双杀 体育不然进去 直接强砍小九 就意见的翻轨走 再给一个控制 把不然来回顶 根本切不掉小九的孙上香 这身上九尾一个人呐 中路有两条龙啊 一波了 中路好像清不掉啊 清不掉清不掉 很弱 阿泽居然换了个复活甲出来 直接往里硬顶 复活甲被这个水晶给打出来了 但是江泽已经倒了 白起草扶 并且拉到后面 把龙斌运进去 昨天这些急火破掉水晶 让我们恭喜苏州KFG 第一局这样的一套阵容 这个大桥放在这里 两边的教练互相算计 安芝教练 今天的这第一把的BP 真的是厉害了 真的是厉害了 他就是告诉你 我想玩大桥 不把凯给搬掉 对 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庭乐器 苏州KFG先拿一分 这把确实 我说实话 真打得出其不意 为什么 我首先说一个点 就是广队这边三班也合 但他没有想到清宇 最后掏了个白起出来 说实话 这是他绝对从来没有想到 因为金鱼之前表现出来的属性 没有打这种 弹野的这种风格 因为实际上在这个 晚心在上场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说 金鱼的一个野核的胜利 以及他吃经济的一个能力 可能就是说 今天之后 我觉得可能 教练要好好想想 下侯顿怎么办 对 就是他们就是 SlowCast这次轮换上了一个金鱼 但是在大家以前的记忆当中 金鱼是个纯野核 包括他们其实最后一手 其实亮了手老虎 想打双边 其实那个时候 我当时觉得他们这种锁了 我是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换白起 因为金鱼在我心目中的属性 也没有这个英雄 第一波其实是想要考虑 陪金虎加上老夫子 对 打个双边 然后配个老虎 但是最后可能犹豫了一下 转变了思路 转变了思路 配上了一个白起的强开 就是把老夫子这个点换成了白起 因为他们的作用其实是 在有特定的话是一样的 但老夫子比多数 就是代线嘛 是 但是白起多了个强开 但是老夫子也有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多了个射手 输出会稳定很多 其实我觉得安之教练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今天做的挺漂亮的点在于 你不是喜欢在中路打吗 那我给你选一个开团的 打 打 然后我选个大射手 射手我也不让你带线 你去守线 反正有线你就拿 你就吃 而且双前排 双前排顶着 射手输出环境站在那放着 然后还有一个大桥 所以是能保证你的这个续航 就把我们来说说广州TTG 因为其实当这个阵容成星 就是双方确定了之后 可以预判一点嘛 就是首先白起前期的野区是非常弱的 对 那你需要给他去撑起一片天 那对于苏州KSG来说 他最好的开 或者说相对正常和顺利的思路 就是顺着那条轴的 就是白起野区需要防守的思路来走的话 这个孙上香加上大桥前期 应该是挂在中路的 就是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解法 你不可能蒙田往中轴一放 或者把孙上香摇到哪里去 那你一心去哪里 对吧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是 TTG应该能判断出来 孙上香和大桥在中轴的压制力 而你几方是个什么 张良加上江子牙 如果你不换线 让蒙亚再下路去 就感觉TTG没有应对 他没有想过 这个孙上香会做换线 在中轴去扛白起前期的野区发育节奏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广州TG这边 一级把蒙亚放到了中路 蒙亚跟张良 对到就是孙上香和大桥 是有一战之力的 但是他就是把蒙亚放到中路的目的 就一定很明确 他打野区了 对 我要近离白起野区了 但他没有把蒙亚放到中路的原因 就是我想跟你打默认 默认开就是不近离野区 然后速度KC这边 刚好就占领的选业优势 本GNVP给到了金宇白起 上路那一波给我看呆了 确实呆了 真的是细节 确实呆了 他是他都没有先用大招 对 因为他其实四级的大招没什么用 他是勾回来两个之后 把人控在了塔下 然后 主要是 对面是 那个凯加项羽 是比较 就是两个比较笨重的英雄 对 白起那个勾一旦勾到的话 朝在他底下 其实他俩是没有什么位移逃跑的 所以说当时被塔打了很多血 对 就这波 这波为什么 TTG要打 是因为先优的线 抢着四级 对 后面有一大拨线 对 就是这个地方 但这个 他们是没有看到这个二级的 二级能放到的草里 是 是没有视野的 就是细节吗 这个就是细节吗 而且当时 就这个地方江子牙也阵亡的时候 其实 就是 你可以看见大桥出现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大桥 所以理论上来说 一般社府不分家 他们先抢了 现在他们往那走 其实九尾他已经知道了说 反正我忘 我家也去走 应该是安全的 你俩应该是一起上去支援了 没想到 孙少江 没支援 对 没支援 他蹲在了红野区 这波小九很灵性 然后后面的团战 基本到就是一星大招框 框蒙亚 蒙亚开完之后 送蒙天进去 游戏结束 主要是逆风的话 果然TG阵容输出是不够的 对 你看 他们上楼其实抓那个蒙天 就这波吗 对 没抓死 四个人打他都 伤害不够 怎么样伤害够呢 全输出凯 这一刀下去可能有点机会 是 然后这时候再赶来局 你会发现真的已经完全打不了了 白棋断了你所有后排的念想 这个其实就是亡命一搏 如果蒙田没被秒掉 结果这是必然会出现的 就是如果蒙田被秒掉 其实他们也要付出一些代价 只是说 是 就是这是直准的一个 破局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他们知道陷入这种逆风 他们是要出去找机会的 但我的逻辑是对的 但我说 说一点 就我觉得TG就是那种出去 去抓这个蒙田的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应该在前期 要是可能激进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你的阵容你选出来 也许是会有很多的限制 对吧 也许会有很多的限制 但是你打是一回事 不打又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这把是什么时候 就天平开始倾斜的 是在于上路那一波 那上路的速率差是怎么打出来的 这也需要思考 其实TG又做的好一点 就像我们看到四级的那波抢线 他们抢完线之后 压了后面四个兵 我不让你补 我争取先手打你一波 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 白棋在那个时候的 这个作战能力 和蒙田的这个作战能力 它是很难杀死的 就你们可能可以影响彼此 但是要造成对方的致死 需要有很多人过来帮忙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MVP 给也是给在这里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知道 白棋四级的那个大招 有跟没有 没什么区别 可能他们这 就这可能是下意识的事情 白棋过来你朝我 你朝呗 朝完了反正我两个坦克 对 在那你也打不死我 没想到那个钩子放在槽里 他们也没看见 进来了之后再朝到原地 那一套控制接起来 就直接把这个局也破掉 没错 因为那波确实是一波很好的 因为两个对抗路都在做细节 都在卡线 在等对 就是蒙田是把线卡到 自己家塔底 对 想去利用塔来占一个强线优 但是对面呢 直接看到这个方向 直接让凯过来 两个人一会把线一抢 我项羽四级 想跟你打一个经验 就是等级差嘛 但是那个白棋的钩子 真的很关键 因为其实白棋四级作用不大 我们一开始都说 白棋如果是打对抗路 他一般几级参团呢 八级二级大招 对 二级大招的时候 过来就是还勉强能留得住人 在四级的时候 他是朝不住的 尤其是你有抵抗下的情况下 他那个二级呢 完全接不了 就是你嘲讽一下 你感觉呆一下就走了 对 但是所以说那波 主要还是自己小细节吧 但是这我又没想到的一点 就是他一个玩野盒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把白棋玩得有这么有细节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对 可以足以证明一点吧 就是金允许花了很多的功夫 在研究这方面的英雄 我注意哦 我用的是这方面的英雄 又或者是他在研究 自己更适配KSG的一个方式 对 而且看比赛 现在大家知道比赛线 现在出现了残野 残野 多少啊 基本每场比赛 我都能见到夏侯啊 白棋这种打野 对对对 所以说他也知道 未来的版本变化 就是这个版本 如何在比赛上 用什么样的强势打野 他都要去尝试去改变 没错 这也是我觉得今天KSG 在第一局当中 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体现 同样巅峰峡谷 王者座驾 上期大众零度L自带 超辣颜值 更有超神操作 无框车门带飞 全场节奏 悬浮式双联屏 精彩配合锁定圣局 即可登陆上期大众官网 解锁辣杆新体验 喝东鹏特影 加个能量Buff Carry全场 无人能挡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影 赢了碰一下 不负更要碰一下 Buff拉满 勇闯巅峰 勇闯天涯 SuperX勾胆 就来碰 组团开黑 福利季节 扫码在线申请 交行K票 主题信用卡 组团办卡 惊喜升级 最高500元刷卡金 等你拿 集合准备团战 那对于TTG来说 开局也好 明显能感觉到 上路和打野 是感觉不错的 是有自己的主观的想法的 但是其他人 好像对整个局面的一些部署 没有过多状态性的一个思考 这是在这个局间 一定要去注意的地方 好 比赛马上开始 稍事休息 一会儿回来